所以这边的使用者呢 我们就root 因为这个PureTure 它预设的最大管理员就叫root 密码就是刚设定的123456 123456 登入 成功啦 这是一台很老旧的电脑 大概十年以上的老旧的电脑 然后我们安装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把光碟片摆进去 然后呢 里面的硬碟全部都拔掉 里面不要有任何的硬碟 然后重点是呢 你把这个USB的随身碟 大概买16G以下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 那超过1G才可以 要大于1G 那这个随身碟放进去你的电 插进去电脑的时候 整部电脑就只有光碟片 光碟机 还有那个USB随身碟 里面不要有任何硬碟 所以我们把开机的顺序 在BIOS开机顺序调整成光碟片开机 光碟开机之后呢 它会去侦测里面的所有硬碟 因为我们都没有插硬碟 只有插USB 因为USB其实就是一个固插硬碟的意思 然后它就会把光碟片里面的资料呢 写入你的这个USB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萤幕画面 它已经把资料写入到USB去了 所以已经完成了步骤了 这时候呢 它就会进入关机的程序 关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USB随身碟把它拔出来 这时候这个USB随身碟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开机碟 你可以到任何电脑 不管是新电脑或旧电脑 把它插进去 然后呢 把它当成开机碟哦 那把光碟片退出 然后再把硬碟接上去 之后呢 我们就是用USB当成开机碟 它会自动把资料写入你的硬碟里面去 之后呢 那这个随身碟就不能够再拔出来咯 因为它永远是当成开机碟 那电脑里面的硬碟呢 就当成储存资料的硬碟 如果你把这个随身碟拔掉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开机 这就是制作这个开机碟的方法 接下来呢 我的这一部电脑呢 整部电脑只会安装这个开机碟 还有这个硬碟 硬碟你要用SSD的固态硬碟 或者是传统的硬碟都可以 那主要是SSD的固态硬碟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其他的储存装置呢 就全部拔掉都不需要咯 所有的资料都存在这里 那开机呢 都是用这个做开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光碟机已经没有作用了 如果你要用迷你电脑 超小型的迷你电脑 那它想必是没有办法安装光碟机的嘛 那我们就来模拟一下 它假设是一台迷你电脑的话 好难拔哦 我就会把光碟机拔掉 因为用不到了 好 然后呢 开机的首位顺序 就是由它来做开机 我一样把这个SSD先插进去 任何电脑都可以哦 我现在要用这个来做实验给你们看 我就把它接上去 好 接好了就这样子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开机一下 先把硬碟摆在这里 好 然后光碟机现在已经没有接电源了 确定光碟机已经没有接任何电源了 然后我要开机 好 现在开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的画面 这已经是超过10年的老电脑了 好 我刚刚按一开机的时候 我按Delete 我让它进入BIOS的设定 你看这个BIOS真的是很旧的BIOS 那我进来这边 主要是调整什么 调整我的开机顺序 Advanced BIOS 这边开机顺序 Enter 然后第一个 按一下Enter 选一下 我把它调整USB 由USB开机 其他的都不要理他 这个No 就是其他都没有办法当成开机 就是纯粹USB开机就对了 好 然后按F10 Save 好 重开机 这张主机板真的是 10年以上了吧 好 不要动它让它自己跑 找不到硬碟的话 会出现这个状态 20G以上的硬碟才抓得到哦 所以它如果不超过20G的话 它当成找不到硬碟就把你关机了 所以我刚刚重开机按Delete 进入BIOS再看一下 看目前 主机板到底有没有抓硬碟 事实上呢 SATA的破号全部都没抓到 所以是我的硬碟坏掉了 要换一个硬碟 你要确认一下硬碟是不是真的 在BIOS主机板有抓到 如果有抓到 差有办法去做这个硬碟分割的安装动作 你硬碟都没抓到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换一个硬碟了 原本SSD这个硬碟不晓为什么抓不到 所以我现在换了一个传统的硬碟 不愧是传统的笔电型的小硬碟就对了 这次再试开看看 先进BIOS看一下 确认一下有没有抓到硬碟 好 Enter一下进来 哎呀抓到了 手机板抓到了抓到了 这样可以开始了 好那我们就录一下流程吧 现在硬碟已经抓到了 好你看 现在是有USB随身碟在开机 它本身是Linux 它会去抓里面的 我们按一下Enter 或是不要理它它会跳过去 OK抓到了 抓到了465G的硬碟 然后按下Yes 再按下OK 好它要开始分割这个硬碟 全自动它自动帮你做 这不要理它 这是我的电脑萤幕的解析度设定 好 已经做好了 它帮我重开机了 好这时候不用理它 让它自己跑 好 所以它已经安装完毕了 现在是重开机之后 它要载入它的应用程式 所以安装一台Linux 真的是5分钟就安装完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最大好处就是那个随身碟USB 你可以把它拿到别的电脑去 假设这条电脑真的坏掉的话 我们就把里面的硬碟 还有USB的随身碟 开机碟 把它移到另外一台电脑主机 放进去开机就完成了 那如果是你硬碟坏掉的话 那当然另当别论 那是之前你要做备份 它里面有备份的软件 很方便 不用另外再买软件 好 现在它抓你的网路卡 ETH0就是网路卡 那我卡在这边很久 是因为我这台电脑 现在并没有接网路线 所以它一直侦测不到 通常你有接网路线的时候 它会去自动取得一个固定 一个IP 买一个DHCP得到一个IP 可是因为我没有接网路线 所以它在这边会卡关很久 因为刚刚实在卡太久了 所以我受不了 我就把网路线接上去了 然后因为网路的IP分享器 其实是放在我的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在这边 所以我的网路线一直接到这台IP分享器来 这个就是我们宽屏接的IP分享器 所以我拉了好长的线 接到我另外一个房间去 好 因为接上之后呢 这个画面跳出来了 你看Linux Server is ready 然后开机的时间 然后IP它就跑出来了 因为我IP分享器会自动发IP嘛 DHCP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192.168.0.102 冒号88 登录这台伺服器 OK 所以我再回到我原本在使用的 这台Windows的电脑 然后呢 我就在这里输入 冒号88 好 然后这边按一下进阶 按一下 好进来了 好这个就是它的管理界面 然后预设账号是Admin 密码是AdminPW PW 好登录 哦耶太棒了 这样就安装完毕了 伺服器安装完毕了 所以因为我这个是内部IP嘛 好如果你们有申请那个固定IP的话 光纤网路的固定IP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输入成那个外部的IP internet上面任何人就可以透过IP 连线这台伺服器了 好接下来的部分用萤幕录影的方式比较清楚 我们进来之后啊 你看这个IP 先把这个IP复制起来 贴到这个网址列 OK 然后后面网号88就拿掉 那目前这个网站是空空的没有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设定完毕 先到其他伺服器这里来 PureTube 我们目的就是要使用这个PureTube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nginx 这个是网页的伺服器 一定要先把它打开 才有办法去run这个PureTube 所以我们先把它打开 现在开启状态 然后伺服器的名称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到domainland 就是我们还没有去申请注册网址 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输入IP就好了 就2.168.0.102 好就是这个IP 按确定 好现在已经设置完成了 让它跑个几秒钟 它就已经变成服务中 服务中我们再把它切到这边来 再重新整理一下 好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PureTube的伺服器了 那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其他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PureTube这边的设定 它要有一个email管理员 我们就自己填一下你自己常用的管理员 然后还有密码 这个密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ureTube它登录的管理员的密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密码 我先随便设123456就好了 其他SMTP是发信主机 我们先不要理它 然后按下确定 它这个发信主机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这个PureTube里面有会员注册的时候 它要发email出去的话 你要给它一台伺服器去发信 SMTP的主机 那因为这一台Dominus PD 它本身也是一台mail server 它有提供简单的mail server功能 就可以发信出去 那当然你要把DNS指定来这一台才可以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这边的使用者我们就root 因为这个PureTube它预设的最大管理员就叫root 然后密码就是刚设定的123456 123456登入 成功了 设定我的站台 我看一下设定我的站台 好这边就是PureTube它的软体的使用 可以去Google搜寻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目前我们就这么方便的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PureTube给架设完成成功了